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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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收到这条小短片 我相信因为你身边爱识你的朋友 想和你分享一些关于水与健康的资讯 有没有想过水与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又有没有想过我们身体 超过72%的水 你每一天提供给身体 这72%又是什么呢 我的名字叫Christina 亦是加拿大唯一的品水师 我将会在未来十多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水与健康的资讯 以及我怎么样可以令到北美洲 你家里的家用水 成为你的健康的良伴 健康水 你要有多关注呢 水究竟和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原来在世界卫生组织 一早已经告诉我们 水和健康有什么相关的元素 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 好水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因为这些好水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可以有大大的帮助 好水有什么特别要求 好水首先要干净 试想想如果你饮用的水 并不干净呢 会有什么效果 第三世界的国家 很多地方 疾病衍生的原因 或者死亡的几率 比一般国家高的原因 是因为当地的水 受到很多感染 但是很庆幸在北美洲 这个地方 我并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一点 另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 WHO告诉我们 好水的以下三个要求 亦都非常重要 但往往在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忙却了 包括了什么要求 包括了第一 要有丰富的电解抗氧化元素 第二 最好有丰富的抗物质 令到水有微检性 第三 水如果活化 换句话说 在活水 可以令到水分子群比一般小 而令到我们身体的吸收率比一般高 那究竟我们在北美洲饮用水 有哪些有我刚才所说的要求呢 那我们现在一一看看 在我前面有一系列的饮用水和饮品 我将会为大家作为测试 原来只是水 都有很多类类种种的 包括什么 我们现在看看 首先我们有汽水 有汽的矿泉水 运动饮品 有这个我们叫做purified water 或者是净水 又有人叫做液滲透水 就是reverse homosis的水 另外也有淨化了的水 接着是后加抗物质的水 英文叫做remineralized water 也有蒸馏水 英文叫distilled water 也有mineral water 矿泉水 也有水喉水 最后来 就是现在很多人 会开始慢慢接触得到 甚至乎听得到的电解水 好了 电解的抗氧化 究竟我是怎样可以量度得到日常生活 原来坊间有些小仪器 这个就是抗氧化仪标 ORP meter 这个ORP meter 其实你可以在水族馆买得到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原来水族馆竟然有一个抗氧化仪标 买 这个抗氧化仪标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原来是量度一下 鱿鱼的水 究竟它的氧化和抗氧化力有多少 原来鱼是非常细緻地 要维持一个特定的位数 因为如果那个电位不对的话 鱼就会死的了 人又会是怎样呢 我们现在就会看看 我们平时接触的饮品 甚至乎来讲饮用水 它的抗氧化力或者氧化力有多少 在这里有一个仪标 这个仪标将会有一些不同的数字衍生 这个数字也会告诉我们 一些正数或者负数 逢真在这个仪标前面 你看到一个一画的 就代表着负数 负数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我们在接触的那样的饮品 是有一个抗氧化力 因为它里面有充满的负离子 如果前面没有一画 代表着是一个正离子传播的元素 而令到我们氧化得会快很多 以下你会看到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就代表着 究竟我们平时看的东西 有哪些或者饮用的东西 有哪些是有氧化力 哪些是抗氧化 第一个我们将会看看汽水 汽水其实是用一个化学原理 而制造出来的饮品 记住在一个meter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有正数的 代表着它会加速氧化加速老化 同时看到有负数 即是前面的数字前面有画 代表着它有抗氧化力 亦可以帮我们挥下自由基 亦可以延缓氧化延缓老化 汽水你会看到 那个指数一直维持在700多 正700多正800多 这样子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有气的抗氧水 有气抗氧水 是一个我们叫碳酸性饮料 它的原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就是制造carbonation 而令到它产生气体 它的毒素的指标 亦都维持在正数的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个我们叫做 运动员非常经常性提及的 一个运动饮品 这个运动饮品 里面虽然没有气 但是它有丰富的化学糖 你会看到它的指标 亦都维持在较为高的状态 但是记住了 凡是有化学糖 其实令我们养化或者老化得快些 好了 接着我们会看看饮用水 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饮用水 就是叫做 Purified Water 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叫做 Reversal Moses Water 又是什么来的呢 Reversal Moses Water 就是把水里面的所有 好和不好的东西 都拿走 包括了水里面天然的矿物质 也都拿走 你会看到它的meter 里面来说 亦都是一个正数 有没有想过 原来水是会让我养化得快些 其实你知道的 记不记得 放一粒螺丝 水会怎样 生瘦 螺丝会生瘦 人不会生瘦 不过人会老化得快些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经过了过滤 但是同一时间 加回后加矿物质的水 又是什么呢 亦都是一个正数的指标 另外 接着我们再看了 蒸馏水 在亚洲区 是经常性有人饮用的 你会看到 它的reading 亦都是一个正数 所以我们看到的 所有水 都是正数 其实是普通的 我们放一粒螺丝 在水里会生瘦 我们喝了 亦都会加速饮化 令到我们代謝得快些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看 来自法国的矿泉水 这是一个天然的矿泉水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其实在欧洲地方 对于天然的矿泉水 其实有非常高的指标 凤称叫做天然的矿泉水 必须要来自天然的山泉 在当地马上去入津 然后才会衍生 所以这并不是后加任何矿物质 但是奈何 由法国或者欧洲的地方 来到加拿大 都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过程当中来说 就算矿物的电解质有多好 它都会令到我们氧化得快些 你也会见到 前面的指标里面 亦是没有什么画的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 这个是来自本地的地区 的水喉水 你会见到水喉水 它的指标 其实都是维持正数的状态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 水喉水现今 来得我们家里 在接触的水喉水 其实大部分都有超过三百多种不同的 我们叫做 contaminants 或者一些 一些氧化 或者一些不好的材料 在里面 所以大家必须要经过处理 我们才会建议你饮用 现在的水 已经和二十多三十年前的水 有所分别 虽然加拿大的水 依然都是最优质 但是始终都需要经过一些处理 好了 所以后来我们看看 由Energic的电解还原水机 制造出来的电解还原水 你会见到 这个电解还原水里面 是唯一 是没错了 是唯一一个 是有一个画在前面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它有抗氧化力 代表着里面有丰富的抗物负离子 负离子 是可以帮助我们 令到我们打低的自由机更加容易 试想想 如果今天你在饮用的水 你饮用身体里面七十多个百分比的水 全部都丰富有抗氧化力的话 会不会令到我们氧化 会不会令到我们生存代謝 慢一点呢 刚才大家看完一些不同的测试 就会了解到 其实大部分水 都是有氧化力 而只有电解还原水 是有抗氧化力 但是内涵 平时你未必有小小的移标 在家里 你也不会去水族馆买 那可以怎么办呢 你其实可以在这个药房 找一个小小的东西 这个小小的东西是什么 现在就是瘫酒 瘫酒是可以帮你测试一下 究竟你平时接触在饮用水 有没有氧化力 为什么可以测试得到 因为瘫酒是一个极度氧化的 化学物 而不要忘记 瘫酒可以帮我们杀到菌 就是因为极度氧化 所以我现在将会在我前面的 一系列的饮用水里面 我滴滴一些瘫酒 那你就会见到 如果它颜色继续流烟 在这里 代表着水并不可以 令到抗氧化产生 而令到可以帮助到 我们挥低自由基 那我们来看看 好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关于我们水机不同的型号 甚至更深入了解水的运作 我们电解华人需要原理 只需要联络给这条片 你看的朋友 他们会和你一一讲解 谢谢